如果摔出围绳的呢 你要受到处罚 而且对方得 好 开始了 第三次开始 上来应该就是超会摔 做得非常好 中文金刚 高巴尼啊 这名选手虽然身材比较高大 但是他的柔韧性非常好 他的腿法也还不错 我们看他踢的这个高度啊 还是比较高 动用的幅度很大 这是一个借力摔 但是三方都有保镖 好 现在第一回合比赛开始了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 先腿摔 对 起飞了 他必须利用自己这个身体协调 不法灵活的这种 躲开的 这个张庆庆虽小 但是非常勇猛 而且抗击打能力非常强 好 抗击打能力是非常强的 感大感情 给我们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国际赛 那么是一小打大 这是在中国武术当中啊 经常有这样的战力 对 但是本次大赛啊 所设计的这个 60公斤级对这个80公斤级 和70公斤级对 我看穆斯里木这个力量提高 对 清格乐那个架子太高啊 这个时候应该放下来 把架子在向下端一端 然后要注意 他这高边腿对方很重 重的就躲过去了 这还是一个速度的问题 对 速度太慢 快打慢嘛 嗯 哦 这时候呢 我们看到清格乐 巴特呢 刚才用了一个 跆拳道的一个动作 一个下坠 起腿太高了 这就叫起腿半面空 我们自己失去平衡了 哦 我看 这个暴摔 这个暴摔 这个暴摔有70公斤级的比赛 非常精彩 嗯 但是这个穆斯里木这名选手 虽然我们看一下 他抄腿摔 这个抄腿摔得非常巧